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小婆 欢迎回到海贼王 啊!好久没有玩海贼王啰 一直这个抽不出这个时间来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要吃下这个咸果啦! 这个咸果,感觉大家应该等很久 你想看一下它这个新技能是长怎么样,对不对? 诶,没错,这也是我蛮期待的 那么,在二海要干嘛叻? 也就是要来找这三把的名刀 那这三把名刀呢,真的说实在不好找 有些人甚至可能一把都还没找到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颗咸果吃下去吧! 哦!技能来了,变成这个...蜘蛛人了啦! 诶,这个招式看起来没有很强呢 其实练这个果实,我们还是建议在上海练啊 上海比较快 那个收怪兽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练的自然就是快 哦!马上就有第二招了! 那第二招怎么在呢? 诶,第二招好像是它的那个...蜘蛛神吗?不知道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试一下啊 哇塞!这个太猛了吧! 本来好像有人说旧版的这个...鲜果没有很强 哇,现在改这样子还蛮不错的哦 而且其实它一直飞好爽哦! 诶,这个果实不错诶 诶,这个果实不错诶 好啦,各位观众们 我们终于把这个所有的技能都已经练到满咯 那其实觉醒呢,它不需要去练技能的 它是可以直接觉醒 或我们还是先练满再来觉啦 就是固定是这样子 打副本呢 它这个有两种方式可以开启副本 第一种是用游戏币十万块 然后它就可以开启一次的副本 那也可以拿废果 哦,废果是无限开副本 啊,钱的话是要两个小时一次 所以我们都会拿废果 当然可以搅钱 我们还是要用搅钱的啦 对,这边就选这个... 果实的名称 ok,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去里面 开始游戏咯 记得你要空手去按啊 诶,这样才会载入这个地图里面 ok 大佛交给你啦 什么 哦,水啦 哦,终于死了 天呐 它超难打的啦 天呐 哦,觉醒 要不会很贵吧 暂停 当然 哇,800耶 哇,这觉醒超800 哇,好贵哦 哇,真的不好打 这一只真的是难打 它好控哦 我的天呐 鲜果超控的啦 我的F来啦 漂亮 哦,第三次了,第三次了 哦,漂亮了,漂亮了 耶 耶 哦,3500耶 越来越贵了哦 这一只好像不便宜哦 第四招觉醒 来啦 4500块 超级贵 谢谢大家 最后一招 来咯 终于哦 终于哦 哦,我跟你们讲哦 这五招技能绝起来 超级帅的啦 肯定的啦 哦,6000块 超贵 好啦 我们终于把这所有的 技能全部全绝了 那我们就 接下来呢 来去找这个明刀的位置哦 我们来请这个 我的小帮手 带一个路 带去这个 明刀的那个商人的地点 我们先来去第一个吧 Let's go 包园这边这个 梗的叶片上面 比较高一点 我的小帮手 他有点忘记是 会出现在哪一个 他说就是会在这个 叶片上面 好,那么我们去 第二个地方 来,那我们这个 第二个明刀的商人呢 他会出现在 这个平台的下方这边 这附近 会出现一个 好,接下来 我们去找 第三个 就是罗马竞技场这边的 一个窗户的孔这边 OK啦 那接下来第四个 骗人不得到 第四个商人会在这里哦 他在这里面 他在这里面 没错了 下一个地方 欸欸欸欸 他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 再看看有没有机会遇到他啦 接下来是第六个 小帮手说 他会在这一区域的石头上面出现 但是他 有点忘记他会出现在哪里 也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来找找看就知道了 我们接下来去最后一个 第七个 好像会在这附近 可是 现在这个跟刚才那个岩石区会比较少出现 那基本上就是找前面那几个吧 好啦 那我们呢 就来 开始找 这个 明刀的商人吧 各位想知道这个 商人的时间点的话 那我这边会放一张图给你们看看 就参考一下 如果他有说这段话的话 就代表他可能等一下就会出现了 那各位你就可以参考一下这张图 好嘞 那我们秩序 来等商人吧 哎呦 15分钟 快过来 哎呀 找到你了 买呀 漂亮 太好了 买到第一把 耶嘿 接下来还有两把 加油加油 我会是一样的刀子吗 哦 水啦 不一样 耶 十几 耶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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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顺利 等了值得 值得 值得 来吧 建商 拜托 哎呦 哎 哎呦 一样的 拜拜了 哎呦 这一次的 建商是在树叶这边 刚刚好在这里 拜托 那我买到 来吧 哎呦 哎呦 拜托 丢点 智常点的 啊 又是重复的 为什么一直重复啊 你为什么都要买重复的 大哥 我要疯了 买到了 买到了 谢谢 谢谢 谢谢我的观众 oh my god 我终于 买到了 我这个激动的心情 我买到了吗 买到了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终于买到了 谢谢你们 我要非常感谢我的父亲 感谢我的母亲 感谢我的朋友们 今天这一天 我太开心了 啊 我终于 一个礼拜啊 不是在跟你们开玩笑 这个超级难的 哦 为什么会这么激动 如果说有人跟我一样 就是在找这个刀子 就吹一把刀那种心情 不能理解 太谢谢你们 哎哟 好的 那 我们还要去把这个刀子呢 练起来啦 他必须三把刀呢 都达到 300等 那才能把它去组起来 不是说你拿到就可以组了 对 好嘞 那我们来去把它练起来吧 好的 各位观众 那么我们要先一样 重制点数 他这是吃果实的 攻击啊 那 这个不换的话 呃 剑的杀伤力太低了 这样子很难脸 所以呢 我们就先来重制吧 找这个人 聊聊天 OK 这里就 剑的话 我们就点2000 然后这里点2000 这里点2000 OK 那就全部给他啦 我把全部都给你了 现在呢 就来把这个刀子 统统练到300等吧 300等了各位 再换下一把刀 我换下一把刀 哎呦 300等了再换下一把 299 300 耶嘿 结束了 耶 我们可以回二海啦 哎别打了别打了 伙伴别打 我打我打 好的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要去找 合成三把刀的 这个 名将 应该这么说 把我们打造出 这三把刀的人 可是实际上是跟他买啊 来吧 大哥 我来了 对的 付钱 哦 终于 索容的刀子来啦 三把合成的刀子 哦好帅哦 终于是完成了 不过我不想练它 等到之后 我们这个 果实的部分 完差不多的话 我们再开始来练刀子吧 现在呢 要来展示 就是 所有技能给观众看咯 OK 那我们先来把这个 咸果实的技能 转换成 还没觉醒 的部分 OK 我们就来展示一下 所有技能吧 这个 未觉醒之前的样子 来来来第一招 这个非常烂 第二招是好像把人家 定格在那边吧 对 那第三招就是瞄准 然后这样子 可以把它谈蛮 蛮远的 第四招 我觉得第四招比较帅一点啊 就这样子 但是没有很强 那第五招呢 它就可以这样飞 很好用耶 这招其实蛮好用的 而且它可以这样随意操控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用觉醒的 现在觉醒的呢 第一招 我要是怎么讲耶 就是有点像是 超狠吗 我不知道 火焰吗 不知道怎么讲 反正就是一个 爪子的感觉 然后喷射出去 那第二个呢 好痛 第二个就是 可以把人锁在里面 我觉得这招还蛮好用的 第三招 瞄准之后 它这个就会射出这个东西 第四招 这个基本上 它的觉醒的 都是要长按的哦 这个是要长按的 那最后一招呢 也就是它的绳子啦 这个我觉得不好用 我觉得这个要用 没有觉醒的 才会比较好一点 好啦 差不多到这边咯 那下一次 我们就来V4吧 耶 那我们就 如果喜欢影片 就到影片下方 右下角订阅 右下角订阅 订阅旁边和铃铛 帮我按下 按下按下 下方的意见呢 留意的下面 持续的观众 看下来 我们就下一次再见 掰掰 9 3 1 4 5 4 3 4 5 10 6